! 大家好,我是佩佩 我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笑话 有一天上国文课的时候 老师说,以后上网发言的时候 不要,又 不要再随便自称笔者 因为现在呢,根本就没有人用笔写字 学生就问说,那要怎么称呼呢? 老师就说贱人 学生用接着问,那用滑鼠的人呢? 老师说叫鼠背 学生又问说 那智慧型手机是用触控式的 又没有键盘也没有滑鼠 那又该怎么称呼呢 老师说叫畜生 谢谢大家